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人文明被发掘出来后,人们不禁产生这样的疑问,人类的出现究竟从何时开始,人类又是从何而来的?于是,许多外星人爱好者及科学家,分分做出猜想,外星智能生命在史前就曾登陆地球,并且从未停止对地球的观察和探究,更有甚者认为,人类是由外星人创造的。 然而,这些猜想都无法找到,有足够说服力的证据,难道科学家们的猜想都是无稽之谈吗? 在众多的难解之谜面前,人们也只能视人者见人,智者见智了。 在智力的热带丛林中,有人看到过一个金属球,其直径约一米,重达三吨。 但令科学家疑惑不解的是,这个金属球的成分是一种化合物,这种化合物至今不为人类所致,并且,金属球的表面非常光滑, 无论用火烧,用酸液侵蚀,还是用金属切削,都无法对其造成影响,金属球是如何形成的呢? 显然,它不可能是自然形成的,如果是人为的,它又是用什么元素制造而成? 为什么没有人知道这种元素呢? 智力科学院院长拉莫斯·泰尔杰茨博士认为,金属球是地外文明代表有意留下的, 它们可能在远古时代就曾到过地球,还有可能在现代也拜访过地球。 如果真像拉莫斯·泰尔杰茨博士所想的那样,那么地外文明发达程度,无疑是人类无法企及的。 烟炼技术就是其中之一,类似的金属球不仅在智力出现了,在其他国家和地区也曾出现。 在南非的克莱克山坡,矿工们发现了几百个金属球。 研究表明,这些金属球所处的地层,大约有28亿年的历史。 科学家们称,这些铁球绝不是自然形成的,因为环绕铁球的凹槽非常精致。 制作技术更是高超,消息溢出,引发轩然大波,无独游耳,印度也出现过类似的物体。 位于新德里的纪念塔寺庙中,矗立着一根高约7米的铁柱,其直径约为49厘米,重达6吨。 这根古代铁柱至今已有千年历史的,但它却没有任何生锈现象,浮、硫等元素以及风雨的侵蚀,对它都不起作用。 科学家们对这根铁柱的成分进行了研究后发现,铁柱不受侵蚀,是,由于其99.72%的成分,是极高纯度的炼铁。 但令人费解的是,现代人类尚未掌握这样高纯度的冶炼技术,不仅是各种史前事物,让人联想到外星人曾经到来,有人还认为,外星人曾在地球定居,并创造了高度发达的文明。 好古学家莲高曾提出大西国居民是外星人的说法,大西国最早是由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所描述的,它是位于大西洋上的一座岛屿,岛上的居民曾创造了许多文明,但由于缺乏文献制成,大西国的具体位置至今仍无法确定。 莲高认为大西国居民为外星人的依据,是在乌拉尔山脉中找到的金制图表,这些图表上刻有密码符号,标出了从埃及南部,到达大西国帝王坟墓的路径,图上大致标记了开国皇帝和末代皇帝的陵墓位置。 此外,金制图表还表示,一万五千年前大西国上曾有过宇宙飞船着陆,而飞船上有高智能的类人生物,对于那些史前就存在的文明数据,科学家们推论他们出自外星文明之首, 这些外星人可能曾经踏足地球,或许稍作停留,或许一度居住在地球,同时留下了一些灵性的证据,如果这一推论正确,也许有一天,外星文明会再次光临地球,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